好,我們試著畫一下這個圖形 它是好多個橢圓,跟這兩個其實是正圓 這兩個是正圓去畫出來的 好,那... 我先用橢圓,像第一個橢圓 因為我們是半徑配半徑,所以 我是可能點一點像用 150向上 多少 60 這樣子 那可是接下來 可能橢圓沒有辦法直接畫了 因為 我是不是要先找到這個橢圓的圓形 才有辦法畫出來 那它有跟我講 總共是400 400場 所以 我可能啦,我先畫個參考線 先畫個 400 400的參考線 這樣我就知道我的結束點在這裡 所以我就可以畫橢圓 從正中間開始畫 然後呢,向右是用鎖點的 然後向上是100 來 這樣嘛 對不對 好 這樣子第二個橢圓 那這裡是夾了一個圓 夾了一個圓 那在 Revit裡面 因為它只有圓形畫 它沒有兩點圓 所以 剛好這條線也可以拿來用一下 我用修剪好了 剛剛講這個圓邊界要留這一邊 是這裡的終點就是那個圓的圓形 所以我就可以說 呃 圓形在這 半徑在這 對吧 那這個就可以刪掉 還有 同理啊 外面這裡是 600 所以我先畫一條 600的線 從這裡 呃 然後我畫一個 橢圓 圓形是在這個 終點 然後畫 300 三百 三百 然後 兩百 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 我選擇修改 以他為邊界留這一邊 然後畫一個圓 半徑在 圓心在這半徑 我不是畫圓嗎 畫圓圓 圓心半徑 然後把裡面的刪掉 這個就畫出來了 好來試一下